HELLO 又是我 今天我們回來講講一隻鋼鐵M 不知道大家玩一隻遊戲玩得如何 我現在的進度就已經到達可以隨時棄遊戲 如果爆死骨就可以棄遊戲 也不會有任何遺憾的狀態 事關於我已經上了將軍的牌位 我目標其實也不會說要上到第一名那些 這些都是留給火金大哥做 我這些其實上到最高牌位就可以了 已經心悶而軸 就好像你打英雄聯盟或者一些APEX那些 你上到鑽石其實你的心意是很足夠的 你再上去其實沒意思的 難道你打比賽嗎? 對不對? 那個位置就已經是我們平民玩家最高的高度 弄得那些都是交給那些課金大哥或者專業的人士 那些普通人就上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其實我是聽聞說 只放一隻角色的話 隨便放一隻角色 你的對手都會比較弱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我的確放了一隻角色之後 我的牌位就可以不斷上 最後上到將軍的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但大家可以試一下 你的防守陣營放一隻角色 然後你等他刷身 對手都會變回一些比較弱一點的對手 這樣就可以更加容易上到分 大家可以試一下 幾多下的 然後這個即時PVP 都上到我自己想上的牌位 這個PVP就難玩一些 因為大家都是即時的 雖然我打了三十多場 有六成都是那些人會自動的 所以我才可以贏到這麼多 如果真的玩家對玩家 他不按自動的話 我應該是贏不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輸 就是因為電腦太白癡 所以他們才輸 他們的角色練到是比我厲害的 他們的SSR 起碼我估計 都會有五星、四星、六星的狀態 單憑我應該是沒可能打贏 但他們因為這麼多自動 所以就約了很多 上到少將 其實他的獎勵都不高 第一次上到只有240石 加上這裡都好像不夠1000石 對 我覺得他的獎勵可以再高一點 畢竟你實時 最少獎勵真的沒什麼打的動力 每個星期 86石 你打到大將就200石 但都是只有1抽 所以我打到860石就算了 真是少將 打到這個位置 其實我已經當自己爆機了 不宜的了 主線有沒有打贏就 除完 因為完全沒有難度 只要丟這角色上去就夠了 只要有升級到 等級適合打就夠了 你這隊都不用根據什麼情況 作出改變 我用死一隊都可以打贏 我暫時隊伍就是這樣砌 變化秩序隊 之前因為沒有奶媽 所以我這隊是很難打的 如果對面有奶媽 我基本上是輸的 因為我沒有奶媽 因為自從合作出了這隻MOLA之後 我這隊又馬上 磁飛 之前也有人提議我用這隻 借斯卡的 但我對眼鏡短化的角色是完全零興趣 所以我完全沒有打算升 幸好MOLA出得快 不是吧 我應該沒可能可以上到將軍這些排位 可以看到其實我隊伍SSR的角色就不是主力 純粹我是為了跟著原作設定 我不知道大家打這些動漫遊戲會不會只追求強度而亂放角色 還是會把有關係的角色放在一起 例如福艾中衛 我一定要放一隻萊瑪斯丹 阿武士堂一定要配上她姐姐 然後優師 沒有她老婆 所以我不知道放誰 所以先放MOLA 不過我想這遊戲應該不會出她老婆吧 沒那麼瘋的 加上這個角色配上萊瑪斯丹 都可以的 這兩個CP來的 嘩好機 好機 其實兩隻SR的六星已經很夠打了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這隻角色只有三星 五星以下 絕對不會有這兩隻角色的對手 我隨時福艾中衛 直接走過來拔你一槍你就死了 五尺都殘廢 優師也是 直接走過來拔你一刀 你就立刻殘血了 補五星你也不用打算可以派到SSR上場 我就是全靠這三個角色打到上去 就算說不要小看SR SR很容易獲得 但是它們綠色的強度不會太差 而且又容易升 絕對是值得大家投資 就是不要什麼都用了SSR 那你就可以上去 加上要勤力 即是打遊戲 如果你只登入 那不如你不要玩了 一定要勤力 我這遊戲由開服玩到現在 頂多一兩日沒有上線 我每天都一定要做到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一定要做齊 如果有靜體力的話 都會拆一下素材 即是你不要保持200體力不用 這樣會很浪費 這遊戲的體力是完全不夠用的 你還保持體力不用 真的很浪費 你就很難可以更上一層樓 所以建議一定要用好體力 都沒有浪費時間而已 你上班 不是說去廁所 按一下 我以前都是這樣的 我去廁所 你老闆不讓你去嗎 我沒泥 對 我沒泥 然後老闆就會讓你去 花學也是 不過花學容易一點 你可以偷偷地拿出來 然後抽卡的部分也是 你不要看到什麼新角色就立刻去抽 誰知抽不到就在這兒圓 即使你抽到回來也不會有戰力大提升的感覺 因為這遊戲 你起碼一定要有五星以上 你才會覺得這角色是厲害的 不然的話 例如大總統 我在PVP看到不少人上這隻角色 都是給我一槍八死 因為這隻角色是一星 或者是兩星 甚至是三星 你抽不到五星的程度 等著讓我秒殺 等著讓SR角色秒殺 所以你抽不到 可以確保有五星的程度 都不會用 你看到我現在八五抽 其實我都沒想到可以抽到五星 即使你說可能有碎片那些 可以慢慢錄 但是要時間 最快要一個月 慢一點的可能兩三個月 到時候萬一他又出了一隻更強的角色 那你其實已經浪費了很多石 所以就建議大家一起儲 即使你不要看到其他Youtuber說 抽抽抽抽抽抽 大爆抽 你又跟著抽 因為別人是有課金的 如果你是無課 甚至是月卡檔 你真的沒有信心 可以抽到五星 你真的不要想著抽 跟我一起忍 好不好 訂閱我 一舉忍 你會覺得辛苦 但是不要我陪你一起忍 那就有個盤吧 大家一起忍 誰知跟你說 忍到這隻遊戲收屁 我都沒抽 哈哈哈 應該不會吧 我想 如果G4這樣都可以收屁 我又宣佈 我又可以把一間代理列入黑名單 永久黑名單 暫時我的黑名單代理得小民 這隻遊戲如果這樣都可以收屁 他就準備列入我的黑名單之組 再就是記憶的部份 我覺得記憶這部份 雖然這部份是頗關鍵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看看你對這隻角色的熟練度 和練度 這些其實我覺得是佔這隻遊戲三成 不算是極度必須的 但是都不可以缺少的東西 不過我都是鹹魚玩家而已 其實真的亂玩的 你看到其實我是全部用SSR 即使只有三特 四十三十例 我都是用SSR 我前期都會用SR 但是我其實是敢自動的 自動裝的 我是沒有研究這部份 我是自動裝的 自動裝都可以上到這個位置 這遊戲真的不難 其實不難 其實不難 這四個字我覺得真是極度臭串 我聽到都很想一巴掌打死他 平時我玩其他遊戲 都看到一些人在說什麼 其實不難 不難你的頭 就是叫你每天清 每天日無 你已經覺得辛苦 所以都是要有持之以恆的心 還有要忍得 你無火真的要忍 但是無火你又想玩得好 所以一定要勤力 這就是我這遊戲的心態 我點鹹魚法 你看到我這些資源就知道了 我的蘋果批 我還有百多個都沒用 但我其實已經用了很多個 但不知為什麼這遊戲不斷送 我用到剩下五十多個 過了兩三個星期之後 變了百多個都沒用 我這麼多遊戲 真的不是太多時間 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沒有搞到 鹹魚都可以上到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上到 我的目標其實是想把姐姐升到三星 然後繼續升阿姆士堂 未來如果我抽不到五星的福艾中衛泳裝 我應該會棄遊戲 而且我也覺得差不多了 他應該很快又會出限定 根據他的雜星 很快又會出 所以現在盡量儲多石 抽不到立刻棄遊戲 反正我已經達到我這遊戲的目標了 商店的部分 很多人會問的 以前我都見過有些人問 金普嶺會不會入普通池呢 就肯定會的 基本上 這遊戲除了節日限定不會入之外 一般出這些沒什麼特別的角色 都是常駐角色來的 所以那次抽不到 你可以之後用幣換 多一個地方可以拿到 或者你直接去大陸的遊歷 可以派遣 我還未挑戰160層 暫時可以支撐我玩下去 只有160層 打贏完這個真的心無可戀 已經沒什麼可以做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上了總統 以及覺得這遊戲難不難玩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這樣 我今天就是分享一下小心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訂閱和訂閱我的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Linke 拜拜